歡迎收看素食119 凡是大素小素交給我牙裡包你吃好素 有任何吃素的問題請寫信或者上網留言給我們喔 我家也有過敏額 相信這句廣告台詞大家應該都很耳熟能詳吧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喔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孩童都是遭受過敏疾病的影響 像是過敏性鼻炎氣喘還有異味性皮膚炎 而且全台灣有300萬的人遭受異味性皮膚炎的影響 真的是好辛苦喔 今天的委託人是牙裡的好朋友 他有一個七歲的兒子 深受異味性皮膚炎的影響 生活真的有很多的不方便跟不適耶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好好的幫幫他 我們來看看他是誰 今天的委託人楊佩詩因為體質的關係 從小只要吃到昏食就會上吐下餡 最後他選擇吃有機的養生素食 才讓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健康 小時候就都是以蔬菜水果為主 那只是因為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吃素 就只是知道自己不吃肉 或是就是沒辦法吃這些昏食的東西 那一直到長大大概到十五六歲 才吃真正的全素 那時候才發現說 一完我吃全素之後身體更舒服 那只是說我自己的吃法 是過去是比較重視食材的健康 所以有時候我會去選一些比較乾淨或有機的蔬菜 那只是就是做法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以吃健康為主 常年吃素的配飾 對於食材的料理方式並不是那麼講究 只不過這麼清淡的食物 有著過敏體質的兒子卻不怎麼通常 漸漸的也養成Jason偏食的習慣 這小塊很好吃耶 真的啦 其實我兒子他最喜歡吃的 其實就是一些醫生說不能吃的東西 比如說炸薯條啊 可是就是覺得健康的東西 他如果不喜歡吃 然後那個他喜歡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如果我不給他吃 他就好像都沒有東西吃這樣子 小朋友他會比較重視在口味上 還有整個搭配食材的那個視覺啊 各方面他會滿講究這個部分 白乎的南瓜子 南瓜子很好吃耶 Jason雖然是個素食寶寶 但是也遺傳了媽媽的過敏體質 有著異味性皮膚炎的問題 除了會反覆發作 而且搔癢難耐以外 皮膚也比一般的孩子乾燥 那時候他非常嚴重的時候 其實我們找騙了很多醫生去看 可是其實那些醫生的開的藥 其實就不外乎都是類固醇的藥 那剛開始擦類固醇是有效的 因為他的確很快可以讓那個症狀整個就消下來 重點是後面他就是光是用擦的也沒有什麼用 甚至後來醫生還說可能要開口服的 因為劑量才比較夠 其實我是都不太想給他用幾乎都不用 然後就是自己想去想辦法去找一些有機的一些精油 可以讓他質養跟舒緩 讓他至少舒服下來不會再去抓 不要讓那個傷口反覆發作然後變嚴重 用自己研發針對敏感肌膚的天然乳液 來為Jason改善膚質還有質養 雖然成功的讓孩子遠離類固醇藥物的侵害 不過佩詩還是希望能夠從根本來解決問題 藉由飲食控制來降低過敏體質的復發 不過這對挑食的Jason來說 可是一個超級大的難題 因為他過敏的狀況還蠻嚴重的 就有去做抽血檢測那個過敏原的檢驗報告 正常值是小於165才是正常的 他的指數是高達6000多 那時候醫生看到都嚇到 那裡面他測到的很多的食物 像牛奶的指數也蠻高的 還有蛋黃跟蛋白 好像很多都不能吃 那又有很多他也不愛吃 所以要去做他能吃 然後他又願意吃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困擾 佩詩媽媽這個難題 就交給素食英酒來幫他囉 歡迎Ember跟Jason 哈囉 大家好 姚姨好 我的好朋友來賺錢 我看Jason啊 他的脖子跟手都好很多了對不對 對啊 跟以前比起來好 Jason是都完全就是從以前到現在都吃素嗎 因為我是從小就不能吃肉的體質嘛 那那個我懷他的時候他就台裡素 所以生出來之後他也就是都吃素這樣 那你覺得吃素跟這個過敏應該是 如果吃得對的話應該體質比較不容易 應該是因為其實他的過敏原 裡面有一些什麼胖子啊蝦子啊 那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而且他也不會吃到 對 他也不會吃到 那Jason為什麼他們已經吃素 還是其實身上還是好像還是會滿滿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比較是體質層面的 然後還有情緒層面 那當然還有可能在飲食上 他們有辦法很吃得很健康 所以就覺得今天我們一定要好好找一個大廚 Jason我要幫你做一個 讓你覺得好吃而且又營養均衡 可以病嚴過敏的食譜 確定嗎 對 沒錯 確定 Emma 我跟你說 今天我要介紹非常陣容堅強的119團隊 第一個就是陳師傅 Emma 你好 你好 然後還有陳醫師 你好 你好 陳醫師好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道是要做能夠調節免疫力的食譜 對不對 麻煩陳師傅啦 好 那Emma你要幫我忙嗎 好 那我先麻煩你幫我切金針菇 要切很小嗎 大概這麼長就好 等一下這個切好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鍋裡炒一下 因為我聽說Jason好像是不能吃奶製品 就是淡奶類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金針菇 來增加它的鹹味跟甜味 需要再更小嗎 這樣就可以 等一下它會跟這個一起拍到我自己 OK 你好 那就還好 好 我問陳師傅我跟你說 因為Emma我很熟 你要叫她做什麼你要跟她講清楚 因為她真的有點不按處理 真的嗎 我平常很少煮東西 那妳這個 就是為了Jason才想要好好學 好 那開箱好不好 那這個可以長 OK 好 直接 好 那如果妳加油 如果不OK的話我救妳 好 這樣我也不厲害 不過陳醫師啊 像吃素對這個過敏鵝兒來說 是有幫助的嗎 對 其實很多會引起的過敏的過敏鵝 都是動物性蛋白 但其實妳吃素之後 妳已經把這些動物性蛋白去除掉 就自然引發過敏的心理就會少很多 對 像我知道Jason有做過測試嗎 他對很多東西過敏的人 像是牛奶 牛奶也過敏 那個也就是算是動物性蛋白 對 動物性蛋白 所以其實吃素應該是要滿好的 可以幫助 對 至少在過敏鵝兒這一塊 已經可以介紹掉一半以上 那像過敏的小朋友 他們每一個人吃的方式都一樣嗎 其實要看她的體質啦 就是有的人體質偏寒的 那比如說她是氣喘 或者是鼻子過敏的 那她可能就要吃比較溫的食物 那如果她是屬於像Jason 是異味性皮膚炎的 那體質可能會變得比較燥熱 那她就要吃稍微比較不要那麼燥熱 比較偏寒的 或是偏平性的食物 會比較適合她們 對 好 師傅現在把剛才煮好的這個花椰菜 對 花椰菜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要一起把它炒成裡面 就是那個濃湯的湯 然後等一下再稍微做食物就可以 這樣火不會太燙 對 因為它稍微有一點焦起來 它的香氣才會更 裡面有一點點水 就剛好可以加 對 就是用這個水 因為水比較滿好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分工合作得還滿好的 所以麻煩妳幫我倒下去 所以直接倒進去就好了 那妳要先倒下去 陳師傅 那剛才這個花椰菜就是水煮而已嗎 還是有做過要什麼處理 沒有 就是把它洗乾淨 然後用水把它煮軟這樣 煮軟就可以 還沒有加任何香味料 好 先倒下去 直接倒下去 好 先倒下去 直接倒下去 所以這個金針菇要炒炒炒炒到有一點點焦焦的 對 因為它的香氣會比較重 好 這個就是把那個布打倒下去 湯去它的清化 這個就是濃湯的這個湯底 是啊 其實這個調味一下也是可以直接喝 而且小朋友喜歡吃那種看不到 看不到裡面內容物 裡面是什麼 對對對 全部都把它打擦一起看 對對對 所以那剩一般 Jason是因為他喜歡 不喜歡吃 就是有看得到香菇的東西 因為他說什麼 他不喜歡那個口感咬起來 他覺得很像肉 可是他也不吃肉 然後他就說 然後咬起來那個怪怪的 那陳醫師到底過敏是什麼 過敏其實它是一種 不正常的免疫反應 那如果你要很細分的用 西醫的角度去看 它有四個不同的形 包含一些什麼風式免疫的疾病 都可以把它包含在裡面 但是我想這對一般來講 可能太複雜了 那你就可以想說 它在不同地方引起了一種 不正常的發音反應 所以在鼻子就是 就是過敏性敵炎 過敏性敵炎 那在氣管就是造成我們的 細喘 對 那如果在皮膚 就是微輕皮膚炎 那有的是腸子 那可能它就會有 腹瀉的狀況 對…乳膛不耐 對…它就是一種 膚瀉的狀況 所以就是看它發生在某 不同的位置 它就有不同的症狀 它當然最嚴重的 有的症是會有生殼 但是這一般是不會發生的 其實剛剛醫師長那症狀 我小時候也有 有 所以其實過敏體質應該有點 也有遺傳嗎 它其實就是你的體質 所以它會跟著你肥子 所以如果像我自己本身 也是彼此有過敏 那你就是在飲食上 你自己要刻意去調整 那如果你在飲食上 可以好好的遵守 那些寒熱的屬性的話 通常可以降低很多 你們放進去什麼 剛才放了鹽對不對 鹽 鹽糖 還有一點點糖 然後… 為什麼要放糖 稍微增加一點甜味 小朋友比較喜歡吃 那現在放下去這個呢 這個是石蘿草 石蘿草 石蘿草就是 好像是茴香那種 小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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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了 那這個湯就完成了 好 好 這一道花椰菜洋芋濃湯 把JASM愛吃還有不愛吃的 通通打在一起 最後撒上具有特殊香味的小茴香 保證家中挑嘴的孩子 也會想嘗一嘗這香甜的滋味 我們現在來準備第二道吧 好的 我先把這個魚切底 秀真菇 這個是秀真菇 這個是鮑魚 然後炒一炒 然後醬 因為JASM好像不喜歡吃 對啊 那個口感 那個口感 好的 你會切嗎 好 我來熱鍋 反正我把它切小 才像果汁雞捲比較好吃 這個是番茄九層塔燉飯 因為我得到的資料是說 JASM喜歡吃番茄跟燉飯 但是 也不知道說他不喜歡吃菇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個菇 把它攪碎一點 讓它吃不出來 你看大廚就是這樣 時時刻刻都會遇到 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不過真的把它打進去 他應該就是吃不出來 那個口感 是的 好 那Emma再麻煩你 一樣把它倒進去 然後來炒一下 炒香 如果我知道 Jason是不是對那個 牛奶啊那類的東西過敏 那焗烤的這種東西 大家還可以吃嗎 是看量 其實量不要過多吃還可以 對 但是如果它平常是特別吃 特別過敏 像剛剛那種 量不要太大 量大 像很多人就是對什麼 海鮮啊 或是對什麼 魚啊蛋啊那些東西過敏 那因為我們吃素 本來就沒有這個東西嘛 對 但是有沒有哪些素食的人 吃的東西 是比較容易引起過敏 有像比如說像 麥裡面的膚質 它也是那種蛋白質 所以 對 所以有的人也是會對那些東西過敏 然後所以在奶粉 有小朋友吃的就是去膚質的那種 麥粉那種 對什麼 無膚質的麥筋 對 就是過敏而專用的 那另外像草莓啊 奇異果啊 這些東西也都容易過敏 草莓容易過敏 對 草莓也容易過敏 很多人會對草莓 對 有一些水果也會 所以基本上 因為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然後去挑 那像免疫力啊 或是說過敏體質這樣 跟飲食均衡是有很直接的關係嗎 對 一定會 因為中醫來講的話 食的屬性也會改變你身體的屬性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 比如說我都一直吃很燥的東西 我天天吃麻辣鍋 看你的體質一定是變辣 我每天都吃冰淇淋 你一定是會變冷 所以你還是要挑一個 比較均衡的食物 那對你的身體會比較有幫助 就是每一個身體的屬性 不同屬性的東西都吃 對 比較平均一點 對 沒有錯 現在我們就把 剛才已經稍微炒好的 放進去 是 那我這裡面有加一點那個冷水 好 好 好 放的 打好的這個香菇 然後 然後 再加一點 它這裡都聞到味道 好香 好香 飯是直接放進去的 是 直接放進去 那我一樣把它 是 開火這樣 那這個就不太需要一直攪動 就是把它弄 對 把它弄 把這個放給它 均勻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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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一點調味 這個 現在放的是什麼 這個是鹽 海鹽 是 先調味一下 那陳醫師如果說是一般 就是過敏即興發作 是應該要選擇 譬如說中醫還是西醫 就是中醫跟西醫 可以大概簡單這樣區分 就是體質調整的部分 大概中醫是比較強強的 那一些症狀的處理 西醫是很快的 因為它們是很純化的東西 所以很快 比如說它用剛才你藥的類固醇 它直接就把整個免疫反應 壓下去 或是有更強的抑制免疫的抑制劑 那會 效果很好 但是你 那類東西 因為它是把你整個壓下去 那你 其實你聽了藥很容易 就像剛剛媽媽講的 很容易就復發了 或者你發現它越來越沒有效 那其實這時候中醫 可以跟它合作 就是我介入體質的調整 那我不只是靠那個 外來的藥物壓制 它會去改變你的體質的變化 那你就會慢慢地會發現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發作 那包括有些人會用一些 益生菌 益生菌 對 比如像某些特殊的優肉乳 或是一些菌種 它也會透過腸道 去改變你的免疫力 那其實我覺得 兩個可以雙管齊下 就是我們急性期的時候 用西醫去處理 那到了比較緩解 或慢性期的時候 我們用中醫或者一些 比較天然的方法去調整 那我相信兩個合在一起 會比三度其用來的更好 所以我們大概要這樣煮多久 大概快收乾的時候 就可以加這個青醬 然後就可以放到番茄裡面 我覺得好有趣喔 青醬 然後再用番茄 然後裡面這個 有點像是白醬對不對 類似這樣 所以就等於三種都有啦 紅醬 白醬 青醬都有 好酷喔 師傅 那這個青醬是已經 我們自己做的嗎 拌好了 對 這個是已經打好了 那它的做法 就大概是一碗的九層塔 那拌碗油 一樣放在果汁劑 打成泥這樣就可以 加橄欖油嗎 對 橄欖油是最好的 是 那還要調味一下嗎 這個不用調味 直接 是 直接這樣就可以用 那這個要等它再收乾一點 其實那個時候啊 就是我也曾經有一陣子就是 過敏發作的很多是蜘蛤疹 對 其實我知道 如果真正蜘蛤疹在發作之後 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它對 有的蜘蛤疹是壓力引起的 那有的是對氣溫的變化 比如說像忽然天氣變冷 或變熱都有可能 那你剛才講那個 大概是它對那個氣溫的變化 產生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 可以用一些中文叫 你講解表的藥去處理它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番茄也是已經 就是挖過 這個已經是挖 就是等於是一個容器 是 就是那個容器 這個是烤盤嗎 等一下我們要用的烤盤 對 這個算是烤盤 那下面我會放一點油 以防它等一下會黏住 那如果這個等一下進去烤箱 要大概烤 這個大概三分鐘左右就好 我們只要把這個外皮烤軟就可以了 差不多快熟乾 差不多快熟乾 對 差不多快熟乾 你加大概 現在應該可以加 現在加它三十 攪拌 你把它想成菜素不好吃 而且像我那個時候 我覺得就是 尋麻疹的時候呢 全身不舒服 其實這也很影響心情 看起來很好吃 對 會啊 因為那個就是讓你 尤其睡不好 你的情緒整個 生活來講都會上火 會陰虛火旺 對 那個時候 Jason他真正在不舒服的時候 他晚上是 都沒辦法睡啊 我就整個晚上都要 我要比他先醒過來 在他抓癢之前 我發現他已經有點要動 我就要趕快進來 所以我那時候都很神經緊張 因為如果我讓他抓了 然後可能就 比如說傷口破皮 就會更難好 對 那如果 我在他還沒有抓之前 我先趕快幫他遭癢 或是就是用乳液讓他止癢 至少他不會抓到 變成那麼嚴重 就是讓他舒服一點 那陳醫師 如果遇到家裡有一個 小小的過敏兒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 要怎麼照顧他 對他來說是最好的 我想你要先知道 他的過敏兒是什麼 那你在生活中 可能就要盡量的避開 比如說有人對塵蠻過 你可能就要用防塵蠻的請據 那我覺得除了避開過敏兒 還有很重要是 你自己美麗的調整 所以我很建議他們要運動 對 運動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甚至曬太陽 讓他們到戶外 因為其實他們有一些研究 認為說都市化之後 是會增加過敏的反應的 因為你的跟過敏兒接觸太平淡了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把我們的燉飯放在我們的 番茄容器中 那旁邊的那個是什麼 中間那個 這個是麵包粉 這個就代替那個起司下去去烤 對 因為Jason他對就是乳製品 是過敏的 是過敏的 對 那今天就用麵包粉代替 麵包粉的包裝麵 這樣看起來就好 對啊 可是我覺得陳師傅真的 就是把所有Jason 不能吃的東西 全部避開之後 還可以做出這個燉飯 真的很了不起 對啊 而且還選他喜歡吃的 好的 那這樣就可以進烤箱 好 這個現在我是開大概220 好 就是220度讓它烤 大概 大概3至5分鐘 3至5分鐘 它這樣軟了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 等一下烤好 我們就可以試吃了 陳師傅利用麵包粉代替起司 讓對牛奶還有蛋過敏的小朋友們 也能享受到美味的焗烤料理 您還在為孩子挑食的問題煩惱嗎 趕快把這招寫起來吧 我們要試吃了 好 Jason好害羞 我剛剛明明要說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吃 我們先試試湯好了好不好 這湯的顏色其實這樣 感覺很豐富耶 石螺草真的包滿東芒的 請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石螺草味道蠻 就是比較少見 而且它跟花椰菜很搭 我們會說互相搶味道 我已經快要喝完了 真的啊 好棒 你看這牛白白的花椰菜可以吃 而且花椰菜味道有出來 Jason你喜歡那個 怎麼會吃 這個樣子 味道 好大口 好大口 來 很大口 不是想想說那個 可是這個裡面 真的叫只有花椰菜的味道 對 是只有花椰菜 沒有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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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趕快來吃吃看這個 這個很可愛對不對 這個是硬盤 真的嗎 妳要不要先吃吃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告訴妳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應該番茄一起吃對不對 Jason你喜歡 我好開心 但是我覺得那個飯 青醬的飯 然後再搭上那個番茄的酸度 對 我覺得整個是 就是裡面的東西是比較 就是稍微 番茄包飯 番茄包飯 本來裡面的那個燉飯 是比較稠一點 可是有了番茄之後 就是會覺得可以一直吃 對 我已經沒有番茄包飯 待會兒吃 因為香味配得非常的好 對過敏而來就很適合 對過敏而來就很適合 那把一些該避開的都避開了 師傅的巧思很不錯 Jason你喜歡耶 陳師傅我真的 好開心 太棒了 謝謝 你真的太厲害了 好 謝謝 太高興了 真的好高興喔 所以其實 陳師傅最厲害的是 他把 不是那麼喜歡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又兼顧美味 然後又營養 最重要是他喜歡 所以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陳師傅 謝謝 謝謝 謝謝陳醫師 給我們好多好多資訊 謝謝 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超有成就感的 謝謝Emmer 跟謝謝Jason 謝謝 謝謝你 快點把它吃完 公學社董事長謝正寬 您已七十依然活力充沛 為了推育健康的自行車運動 特別成立了單車學校 將清新的橄欖末與蜂蜜混合 分化出風味獨特的橄欖醬 再加上特調的堅果醬與香蕉 搭配麵包 這個就是謝正寬與熱愛運動的朋友們 都愛不釋手的兩道 方便又健康的能量料理喔 謝謝